行政長官何可華在行政販務司司長陳麗敏等人的陪同之下 首先巡視設在孫日仙大馬路靠近旅遊塔的爆竹延防區 爆竹檔的檔主上前跟他握手 每一年何可華都會玩火箭 有一年他說玩火箭是希望澳門的經濟會像火箭一樣一飛衝天 今次他在澳門延防區就一口氣燒了三支 每一支都是一飛衝天 他又捉完全澳的市民在新年身體健康 萬事勝意工作順利大家都安居樂業 祝全澳市民身體健康萬事勝意 也祝你們工作順利一年好過一年身體健康 去澳門明年有什麼期望? 期望一定希望大家安居樂業 澳門有一年比一年好 點完之後退後一點 嘗試完澳門區的爆竹延防區之後 可華等人也都到了淳仔的爆竹延防區了解情況 今年新充爆竹堅花檔和延防區設在孫逸仙大馬路 靠近旅遊塔對開填海地 而淳仔的延防區就設在沿海月酒店對開的市伯泰海軍將軍馬路 澳門區的爆竹堅花檔中午正式營業 有當主體好今年的生意雖然受到人民幣升值等因素影響 爆竹堅花的來貨價和售價都比去年上升 但相信只要天功做美生意一定好 今年都看好的 那貨源會不會多點 跟去年都差不多 去年天氣不是那麼好 今年天氣應該好 其實主要是煙花 煙花就比較大路些 多人玩些 遊客、市民、其他人甚麼都有 本浦和淳仔兩個延防區 將會開放至年初六的凌晨 新春期間 延防時間由上午的十點鐘至凌晨兩點 區內設有攤檔和指定的延防區 消防局呼籲市民和旅客 設物在非指定的區域 延防煙花或者炮粥 以免養成危險 同時由於澳門爆竹延防區 凌晨時分附近膠欄折車 民主會在每晚的十二點鐘至凌晨兩點半 安排穿梭巴士 由延防區開出穿梭巴士 接市民和遊客返回觀音像附近的巴士站